当我们选择了音乐留学这条路的时候 我沟通过的很多家长 他们首当其冲担心的不是孩子的专业水平 而恰恰是孩子的英语能力 他们往往会反复提到这个事情 可见这个语言是让他们多么的不自信 多么的焦虑 首先我要告诉这些家长 你们的关注点是对的 虽然大部分学校对于咱们音乐生的语言要求并不高 但语言确实是在我们留学道路上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是骗不了自己的 他决定了你留学过程当中的质和量 第二很多同学你也不要觉得雅斯托弗过了 你就哇塞了 这就相当于你的英语过了八级 到国外也比不过人家小学生 同学们英语是你们出过留学的一个利器 所以咱们要把它磨得越快越好 第三点我给咱们音乐生推荐两本书 考完了托弗雅斯就通读这两本 第一本是戈劳特的西方音乐史 第二本是耶鲁大学音乐教授克雷格·奈特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 因为这里边有很多的音乐专业词汇 也有很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的原文词汇 都是我们未来学习当中要碰到的 所以说咱们要尽可能的提前把它掌握 第四点也是很多英语学习好的同学 掌握的一个秘密 就是把美式情景句比如说老友记 看的时候把字幕给遮掉 然后反复练习一直到自己听懂为止 注意这是让你在练习听力可不是什么真正的在追剧 如果说你真能按照高老师的要求做到以上几点 那我保证你到了美国以后没有任何的预言障碍 甚至还可以当助教 这可是高老师深藏多年的秘籍都分享给大家了 还不赶紧收藏点赞转发 感谢观看